6月2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北京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雅各布鲁 副主席格林伯格以及会长欧伦斯 王毅说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我们始终寄希望与美国人民 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 当前形势下 希望委员会继续做中美关系指跌起稳的推动者 友好交流的促进者 互利合作 真实故事的传播者 雅各布鲁等表示 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双方坦诚对话交流 推动美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